原来你借厨房做这个 是为了给池亚内的手下呀 可不是嘛 咱们这回啊 算是把池亚内 给得罪狠了 那不得着不回来吗 本来帕二叔啊 让我去买一些四色点心 我一想那不就是果子吗 我自己也会做呀 何必花那冤枉钱 上回啊 那个姓杜的 说什么 送来的是东京最好的果子 我可味道也不怎么样 还是三娘想得周到 谁啊 你就是孙三娘 正是 我是掌柜娘子 刚才那边鲜花团子 是不是你做的 是又如何 你干吗 哈哈哈 哎呀 终于找到正主了 可不可以拜托你再做一盘团子 那团子事在是 太好吃了 哎我 你真的不能吃 哈哈哈 行吧 白颜子 嗯 哈 女儿 妹子呀 你这双手是怎么长的 怎么就这么翘 做得出这么香 这么美 这么漂亮 这 这么好吃的鲜花团子 求求你了 再帮我做一盘吧 难得掌柜娘子喜欢 我自然是欢喜的 不过很不巧啊 我们马上要搬了 搬 往哪儿搬 搬什么搬 你们在这儿住着就好了 只要有团子吃 我不收你们钱 不 不是钱的事 那你啊 我们这 要不然这样 你呢 就再给掌柜娘子 再做一份果子 欧阳迅那边我自己去就行 不行 掌柜娘子啊 多谢您的好意 可是我们今晚确实得搬 要不然等我们忙完了 再回来看您和掌柜 你就是赵娘子吧 刚才你和池牙内的事 我听说了 你这爽快脾气 我喜欢 行 我不拦着你办这事 只要能让我再吃上一口鲜花团子 什么都行 你不用再吃了 站住 站住 只要你不碰这盒果子 我马上就给你做盒新的果子 真的 走 等等我